修德国小和来自于菲律宾的学生进行了校际交流 而这次特别请到教学经验相当丰富的专业扯铃老师 来为学生们示范 为了此次与非校学生的校际交流活动 修德国小特别是邀请新装在地 教学经验丰富的单位攻群扯铃前来 在教计系列活动的第13项 我们安排了三年级进行扯铃的免费教学 我们聘请到国内非常知名的高手 来教孩子扯铃 所以时间是从4月11号到4月15号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四节课 一上一下迅速摆动扯铃 他是新装公群扯铃社的老师刘文浩 参加过国内大嫂比赛也经常获奖 对于推广扯铃可以说是充满热情 就是我们公群扯铃其实在新北市跟 就是北部的各县市都有在服务 那其实已经服务了三十几年 那我们通常除了比较厉害的 就是团队在带出去比赛之外 我们也会做一些基层的推广服务 让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透过国粹扯铃来交流 收得国小用心准备活动 怕让孩子们玩得开心也有成就感 记者苏恒杰戴华三重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